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航 现在呢 我在华强北的二手机批发市场 现在准备去先去淘一台这个三星韩版的全新fog二代 那就看下这个什么行情 这一款呢 就是三星目前最高端的手机 这个遮别屏fog二代 这是一台韩版的韩版单卡5g 国航话是可以双卡 这个话只用单卡 我的行情的话 国航应该是在15000多吧 这台的话是8k拿下的等等的省了快一半 使用的话都是一样的区别 说这个只能单卡国内的话不能够免费质保 其他的话都是一样的120赫兹的自适用屏 感觉这个屏幕和那个华为的比起来话要清晰的很多 不管是这个色彩还是哪方面都是感觉这个明显的推动很大 xs 美格斯500设计最高配的 这是日版单卡无所的叉卡就可以使用了 对面升级刷机都可以是这个不用卡开的 满满一柜台就选到了这么三台 橙色的话 冲心 电效是98%到100的 非常的稀缺 当年的话也是1万多呀 现在的话只要3k多不到4k了 还是比较划算的 最近华为呢也是在疯狂的跳水啊 像我这台的话是一个妹特林抛楼 这是一个港版的 双卡双带和国防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8家256g 橙色的话也是一个冲心机 这款机型呢 真的可以说是一代经典啊 从那个妹的十到二十的话可以真的特别大 七根980莱卡相机两黑是网膜屏 现在的话只要两k多就可以拿下了 还是继续来淘一台这个老款的旗舰机 这是一台华为的p30泡露 因为这个旗舰机的话呢 确实是用的比较舒服 同样是7098跟触给器 带这个50倍变焦 这款机器的话 我感觉这个要比那个没套跟泡子的话 用的要更舒服一点 这是一台国行的8家256g是一个重新橙色 看一下这个相机依然是不过时呀 再来淘一台苹果的12mini 现在这个12mini的话真的是毫无性价比 因为这二手的话和全新的话差价非常小 新的话应该在5k左右吧 这是一台港版二手的128g 城市的话也是一个冲心机 拿货的话在4.5左右 现在还是不如买新机了 a144的触给器单卡5g又是一一代小平起见机 单手挡到最爱 这一台呢是一个港版的12泡路美格斯500一色的最高配的 双卡5g和光是一样没有区别的 双卡又可以使用了 就是在国内的话也是不能够免费自保的 这是一台小花级外观的话 去重新吧 有些小个碰 价格的话比较便宜 国行的话应该是在11000多 这个的话我是8点8拿下的 等等省了感情都快 苹果当下最好起见机 性能的话可能是没用的 挑不到什么很明显的短板 不过都下个的话依然是很不亲民的 二手的话也许也是要大几千块 新的话都要1万多 后来过来淘一台苹果的mac抛楼 这是一台 19款的这一台这个官网更制版的爱7的处理器 十个五斤内存 50012g的固态用盘 像这种高端更制的话一般都是在1万多 这台二手的话我是9k拿拿下的 还是比较划算的 这下它的触控板 看下领木领饼 这个的话非常的重要 成色的话也是一个9899型出新状态 好 今天呢 淘气视频呢就分享这个了 我是阿航 我在华江北 喜欢我视频的银行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